大家好 講其他廢話之前 讓豬隊有看我這個新聞 蔡卓妍御用泰拳教練Jimmy Leung爆紅完美肌肉 擁有不少富二代客人 怎樣看? 醫生叫做完美肌肉的話 其實我也覺得豬隊說不用參加健美比賽 都已經可以比他更完美 報道說他完美的外形絕對可以參加真人素體能之電 The Physical Pack 新型一定夠高大 但漂亮不漂亮呢? 豬隊有個覺得很一般 有個肌肉瘦 那樣子都OK的 完美的人真的沾不上邊 你看到屍卑胎 還有一個矛糊的小許線條 還有沒有空肌沒有薄的高大的男人 即是有運動的 並不是一個上綱上線的運動愛好者 大家知道 不是女人才會挑剔女人 女人才會說 超假波 整容 為什麼豬隊友這樣評論呢? 因為你第一句是完美肌肉 不是我說人家寫的 那你完美肌肉 真的太誇張了吧 他完美我就不知道可能人格很完美 反正叫你一聲隊友 月美跟我們去台灣 我們一起變蝴蝶 豬隊友已經憑個人意志和毅力 變了一次蝴蝶上台 我講的是微調 微調啊 微調啊 微調那一隻? 如果以我這個月人無數 和Jap人無數的經驗來說 這條仔絕對非常之中下一半 體能之瘋 如果大家有看過 那個泰山才是我Gymman 還有如果大家不知道 誰是體能之瘋的泰山 沒有緊要 看一看旁邊緬甸有個最英俊的和尚 雖然說年紀都不小 但是 嘩 我很不喜歡公仔佬 紋身佬 但是他那身紋身 我也覺得 沒有緊要 這個緬甸最英俊的和尚 最有錢 他以前那張長頭髮 好像Akuman那張 真的不得了 秒殺任何 這些才叫完美肌肉 明星都不對你 我覺得他有點像 那個什麼? 唐燈 不是啊 風火海還是飛輪海 不是啊 吳尊 有些吳尊的再進化版 吳尊 吳尊你是瘋了我這個 緬甸最英俊的和尚 不過他一產光 那頭又沒有長頭髮 那麼衰氣 還有一身還練的肌肉 好像 都沒有那麼緊緻 喂 這些都叫吳緊緻 我覺得很棒 這些都叫正 難怪 那兩個星期是夢幻 兩個星期 沒有被豬師奶罵過 我真的免得跟你說這些 說回昨天這個最大單的新聞 李文在他半生 姐姐的御所自殺身亡 享年48歲 你需要唱李文這歌嗎 我小時候聽李文這歌 但是 滴打滴吧 即是呢 即是狼狼上口 但是你又叫我 亨我真的不太記得了 我小學我已經聽了 不記得了 但是他很厲害的 我小時候都已經看到李文 那個國際級天后 氣壓全場 再歌再舞 真是不得了 喂 大家如果不知道 李文有多威 李文 Diva 巨星那時候 陳奕迅才剛開始 小路頭角 還在參加新秀 李文是1993年的新秀 李文想當年 即是可以在洋人社會 這些地方殺出一條血路 連外國人都對他推順備致 嘩 不停拍手掌讚他 可想當年是這麼厲害 喂 但是呢 我覺得呢 李文過了一生 說他有十億的身家港幣 即是應該四十多億的台幣 如果我沒有結錯 還是他有四十億港幣的身家 那全部給他媽媽 他媽媽過了一生都會滲給他姐姐的 但是呢 我看到這則新聞 他有這麼多錢 我是不意外 但是我想起 喂 如果他說 李文有十億 那麼斐姐說 只有幾千萬 我覺得是不是太少 斐姐 紅了這麼多年 現金而已啊 資產不止 那我不知道 斐姐有沒有買磚頭的習慣 Dudu姐都說 喂 大佬啊 做了這麼多年 這個娛樂圈 沒理由幾千萬都沒有啊 這句是Dudu姐自己說的 如果他把口說出來 那當然一定是那次 基本事 阿姐住的那間屋 跟佳英哥都億億億 不是啊 那些送益 是真的億幾樓 好像林青霞之前火足那間 西貢的入口位 說回這件事 其實李文呢 我們見到他當然是稀笑怒罵 很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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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是四瞭打擊 乳癌 然後有抑骨症 早前有抑骨症 曾經患過 還有他有腳傷要開刀做手術 還有他跟他老公分居了兩年 應該是這個月離婚 那些人就說他這個月應該是要真的分居兩年去正式離婚 簽子 那麼在這個時刻選擇了結自己 是不是想給他老公看 還是為了這段所謂的用情太深選擇自問 那我就覺得不應該是吧 我覺得是不會的 我覺得是 純粹是他那個抑骨病去影響到他的情緒而已 但是如果你身體三樣相一起 即是你身體和心理都是有問題 然後還有沒有人支持 他跟他媽媽住而已 那他媽媽的精神狀態 我不知道會不會是很健康還是很活動 那同學人家都不會開解你多少 那你有抑骨症 我真的不會說 因為這些一定不是說我們外人朋友 我陪你幾晚 是說我們下去開心唱歌 不是那麼簡單 分分鐘是專業的醫生醫你幾年吃藥 都未必可以跟著到 不斷反覆反覆的那些抑骨症的病人 當然啦 正所謂那些豬肉朋友 當然是幫不了手 當然啦 家人的支持是重要的 但問題是他媽媽都年事已高 Coco自己都48 48 都六七八十的啦 說真的啦 一個女人其實 當她有病 或者不開心 當然最重要的是 旁邊的陪伴 關懷 以及愛惜 如果這一刻 可能她的另一半 即手機新聞這樣說 有Coco自己一個獨自面對做手術 而自己走去吃樂玩樂旅遊 那真是對她本身自己的心理層面和質素上面 都是致命傷來的 還有一件事 我是深深地得到的 我生完第一個小朋友的時候 我是很想有多一個 直到去年的年尾 我和阿豬道又還是去尋求一些所謂的醫生的幫助 我們有考慮過IUI和IVF 最後呢 我們是給了錢 做了任何所有身體檢查 沒有問題的情況下 決定做IVF 但是 在最後再真的去做的時候 我們就停止了 就想著 算了 天都不給你了 可能我五十多歲 好像黃澤峰的老婆 突然間 龍夢有笑 但是李文呢 原來在結婚的十二年裡 她是九次人工受孕失敗 即她做了九次IVF 都不行 還要是每個月自己和自己肚皮打針 你想想 每一次 我滿懷希望 打針 打完 打到 然後又轉到 嘩 那個 是 維持住九次的 嘩 對女人來說 男人可能覺得 嘩 嘩 你叫我 計時做愛 嘩 好沒有 其實她們 最多都是這樣 而且失望 沒有我們那麼大 她 無法解決那個痛位在哪裡 其實單單 一次不成功 都已經可以對一個女性 是一個 心理和心理的一個折磨 我相信對你只會有何包的折磨 我也是 不過 我看了這則新聞 就會覺得 Coco自己也有錢 找一個更有錢的二十億富商老公 其實 我 不要說我 差點說一句 還是怎樣也好 我只會 如果女人 本身自己有些錢 那 真的 盡可能都不要找個 比自己更有錢的男人 你更何況去到二十億身家 未必是錢的 跟她說 男人自盤估初以來 到現在 今時今日 直到將來永遠都好 一個男人 如果有錢一定身行 因為有錢的地步 去到多少呢 是很模糊的 但是 二十億 二十億 但是問題 它不是只有這二十億 你是 就算你是大樓 樓聯紅 你有很多錢 可能大樓可以 但是 你那個影響力 和你在社會 國際上的地位是不同的 不是單單是錢 不簡單 它背後有太多 藤能瓜瓜能騰的利益 還有 一說出來 我是誰誰太 至少 你那些什麼張子儀 張曼玉 所謂的國際 我們香港 又或者中國的明星 Superstar 衝出國際力 你結婚也好 你請不到 尼文婚禮上 那些巨星來 請什麼 永遠婚姻 就是兩個人的事 兩個人的世界 理得你結婚 請請請請請 請請習近平 什麼都好 請請奧巴馬也好 喂 見一面而已 其實說真的 結婚是兩個人的事 你要選明望的 但是伴隨著 可能獨受空位 還是你想選一個 愛惜愛護你的 男人 在你身邊 你自己會計算 那個女人 我自己覺得就 但是其實 鬼佬 每個人都偷吃 大家看看 那偷吃 就無分各界 膚色 不 他們更加容易 當然 他們更開放 這方面 換妻 或者離婚 我有幾個兒子 或者我十個八個女朋友 現在也是 打NBA的球星 踢球那些 我有幾個女朋友 我不結婚 我每個女朋友都有幾個子女 我就給錢 派錢 只不過是 好像紅生 他結都不結 他都叫做女朋友 人家 只不過是我可能 一三五去你 二四七去那裡 這個是一個 很慣常的做法 可能我覺得 李文是不是 其實 不是很接受 所謂他很西方 但他未接受到 他老公這些 那麼容易 其實說真的 無論你 哪個種族 哪個文化 背景成長 這些我相信 任何人都接受不了 怎麼會接受到 你嫁了一個老公 或者娶了一個老婆 原來一三五 又二四六 又安排好了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就算現在李文 他做了九次失敗 我想他老公 是未必懂得到他的痛 分分鐘男人的心態就是 喂 你搞不定嗎 我找個二十歲 我找個十八歲的 一年生一個 就行了 他想要兒子 沒錯 就是這樣 所以你要選 你選一個什麼的人 在你身邊 說真的 去到最後 錢真的帶不走 錢再多 都是數目字 有時候夠錢夠成 人生 錢是重要的 但是可能有其他更多元素 包圍自己 就是 真的要自己想 另外這篇新聞 我之前聽了姜麗文 上心美大哥的節目 原來 我聽過他很多次上不同的節目 我一向都覺得他是很開心 和秦沛很開心 但原來他是曾經三次自殺 是家裡有人救回他 但是如果我們身邊有朋友 是有抑鬱症的話 如果他聽出來 是這麼正常 這麼樂天 他不說 是沒有人會知道 原來他是這麼差的 狀況 哇 姜麗文 我真的完全想不到 他還自知出碟 喂 很正面 你不捧我 我就自己出 我去完成自己的夢想 但原來他是有這麼暗 這麼暗的一個面 嘩 其實姜麗文 叫做星二代 他的條件背景 各樣東西 都比大多數人都優越 優厚 還有外形外貌 學歷各樣 嘩 為什麼又要有這些情緒呢 是不是真的 現在的人 這些疫情智商 真的這麼低呢 又或者他見到的東西 或者他 不要說那麼多話 他一句 他可能很努力 練了一首歌 出了一首歌 做完MV各樣 自己出錢出力 做完一件事 別人說一句 就靠老爸 那你怎樣 那 把口聲是別人到的 你現在這樣說 你當然是 輕鬆磨擂擂 你試試 如果很多很多很多人 在你IG 屌你 那你不要玩 不要說IG IG不一定要 放東西給人看 你知不知道 現在的人 放下電話五個小時 都是不可能的任務 那這些就是你自己 平時的習慣 那些人 叮一聲響一響 那些人就好像 嘩 好像上癮 我一定要拿電話看 不拿電話看 我的手 收縮 朱隊友年輕的時候 剛剛接觸這個 新世代電話的時候 都曾經試過的 無聊 那些人都不斷 撈撈撈撈 可能當年Facebook一出 小小的東西 人家讚好就不斷看誰 讚好自己 其實慢慢麻木 那麼多年 其實大家 有沒有必要再對這些社交 社交軟件 放得這麼大呢 朱隊友自己呢 就覺得 近年呢 我真的麻木了 都沒有怎麼理過 是偶爾自追 自嗨下 鋪入兩張照片 其餘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人家讚不讚與否 都不理 其實 讚得我多 又不代表我有錢 又不代表有人會找我做明星 是不是 算吧 講一下這宗新聞 就在廣州的地鐵發生 有一個男生 我見到他爸爸的腰間偏落 我就目測他應該是under 七百歲 應該是這個年紀 這宗新聞搞笑 有一個穿吊帶 已經擺一半輩 即是他後面擺到包袋的位置 即是扣的位置 已經算是性感 搭地鐵 他就說 被男生摸了他的屁股一下 他那個男童的爸爸就說 你這樣罵我兒子啊 你的屁股那麼香啊 我也想摸一下 我們早前回國內 誰知道 豬隊友發生了一個鬼異的事件 我自己行這個智能通道 他們帶著我的小朋友行人工 我過了之後 為什麼這麼久還沒過來呢 我就捐回頭望 誰知道原來 他不知道是否嫖的時候 被人戳了一個印在回鄉卡 不讓他過 哦 你別這麼說 不過可能豬隊友就 兇神惡殺又不靚仔 剛好那天那個內地關員 就是女生來的 求生妹 是啊 他就問豬隊友 左檢右檢查 豬隊友那時候就帶著豬仔 他過了一關 衝關上深圳 啊 誰知道他就問來問他 你想你買什麼 他就問我 其實你是不是有另一個小朋友的 我說 蛤?我只有一個 喇喇喇 他就知道 還是你想幫我生一個 我心想 之後他就說 蛤?你這個豬仔多少歲啊? 四歲半這麼高大? 咦?不可能啊 我沒見過四歲半這麼高啊 呃 他可能就懷疑啊 知道又是人口拐大 那些之類的 什麼 其他關員都走來了解 是不是 他有沒有很多證件啊 各樣啊 他可能不是啊 有啊 但是 總之不相信我 都是大家知道 我就是九秒九一生完仔 衝去搞什麼 回鄉證啊 護照啊 想著衝去香港 環遊世界 那張照呢 那張照呢 就是BB 我想幾個月那個照來的 那他就是 一直 一批批你五年 那你就用到現在 就來過期 那我還沒換 年底才到期 那我就還是那張BB照 喂 這個很明顯就是 你們自己的Bug 要不你是一年換一次 是不是 你那張照BB 你走來猜的 我真的可以呢 我現在帶了我小朋友的同學回去 他鬼知啊 又不用檢查你手指毛 又不用檢查你那些什麼 什麼視網膜那些 那真的啊 尤其小朋友BB仔來講 一個月不同一個月假 還要你説用五年啊 我自己看回 我豬仔那張證件的照相 和醫家都完全是兩個人 自己認不到 為什麼會說我這件事呢 就是我想說 就是分分鐘 我兒子 都會被人當是 這個色情狂那樣去審 因為我小朋友呢 早前呢 讀N班的時候呢 就都被人呢 被一個師 師奶 阿嬸 我想應該五十多歲了 吃屎 那些嬉嬉 她就說我兒子呢 非禮她摸她的球 那我首先 我不知道她 我小朋友當時不是跟我一起 因為只是跟姐姐 那她呢 那個女人呢 摸完之後就很大聲 你知道她嬉嬉嬉 最喜歡大大聲在那裡喊 就說呢 我小朋友摸她 然後就說 我的兒子 整餐飯呢 都低頭 因為其實她聽不懂人家說什麼 但是她都知道 N班 三歲都未夠 兩歲 那她知道人家在罵她 但是她又不知道給什麼反應 她就是很害怕 然後到晚上回來 她的樣子都是很害怕 很害怕 那姐姐才跟我們說 發生什麼事 就是說這個女人 阿嬤 阿嬤 就整餐飯不斷狂小我的小朋友 就說她摸她的球 飛來她 為什麼你什麼什麼 最後還要拿她那個書包 後面那個名牌來去看 叫什麼名字 還有在哪家學校 那我跟豬隊友當然是 吃飯的時候 一聽完這件事 飯都不吃了 吃到一半 就馬上衝去那間餐廳 少了一個阿婆 當然了 豬隊友聽完之後 路不可揭 豬隊友都很少發這麼大脾氣 說真的 我那個豬仔那時候 只有兩歲 自己在哪裡都不知道 說話未必說到 我們還擔心會有言語障礙 什麼都不說 一個懵懂的寶寶 你說她非禮禮 她連自己的男女都不知道 就馬上狂罵她 可能你十二三歲 我不知道 應該會有些小朋友 開始打飛機 男生 七八歲 但你七八歲 這件事 有些人說 女生穿成這樣 你穿地鐵 你穿到吊帶 我相信她的背露這麼多 她前面應該都會看到波紋 你穿到這樣 好心你是地鐵出入 你乘地鐵 OK 那你說那個男生摸你 我想說的是我的認知 其實那些男生在這個時間 他只會打那些什麼神獸 魔戒 只會打機 他對男女那些 是不是真的這麼早熟呢 OK 你真的摸了 我當你真的摸 你需要那麼大聲地公嬸她 就算你想公嬸 就算你想公嬸 你跟老爸這樣爭 得不得到一個正面的效果呢 我又覺得不是這樣 朱代我覺得這件事的重點 就不是那個小朋友 為何會狂摸她的屁股 我覺得是摸了一下 是爸爸這樣回應 就可以知道 為何那個小朋友 會有這些舉動 就是因為爸爸怎麼教 爸爸可以夠膽死 在小朋友做一些不好的事 大哥 你怎麼知道是被騙到 還是摸 問題就是你的回應 應該是對不起 不好意思 這些之類的答案 而不是說 你的屁股這麼正 這麼香 我也想摸 那大哥 你已經是性騷擾了 小朋友跟著你 其實要記住 每個人的家長 爸爸媽媽 都是小朋友的模仿對象 或者是他們眼中的神 嘩 他們什麼都學的 你這樣 他小朋友見到 聽到 就會跟著做的了 我呢 就沒有說 朱代有這麼正面 我回家教兒子 是下回分界 是另外一個故事 但是在當場 如果那個女兒 是無的放肆 上光上線 覺得自己是Diva女神 每個人都看著她 都是時間她的話 這些八婆一定要收 我回家教兒子 是下個範圍 但是這個範圍 我要先離開她的東西 你也是因為 你想跟別人對陣 較勁而已 不是對陣較勁 而是你穿成這樣 很明顯的說句 是不是出來做的 因為天氣熱 很難說 而且始終一代不同一代 每個年輕人都喜歡 花枝招展 或者引人注目 尤其是近年 那些女生 即是社交媒體 平台上 她的照片 根本上都不穿衣服 不穿衣服 之類的東西 其實風氣 也是這樣 你就不能這樣說 像月珠 對我想當年 突然有一期 喜歡穿喇叭褲 那條喇叭都大到 可以擺到自己頭進去 難道你說我傻子嗎 潮流是這樣就這樣 那期流行什麼就是什麼 老黎妹也是想當年 潮流底下 形成一個慘物 如果她所說的是屬實 男生摸了幾次的話 我覺得性教育這件事 不是幾歲要教 不是七八歲 應該是三四歲 我現在都教了小朋友 屁股不可以摸別人 胸不可以摸 前面的鼓咕不可以摸 更加不可以讓別人摸 無論那個是老師 是警察也好 什麼都好 講講那個層級 就像之前那一宗 在香港 她姓騷擾一些殘疾 和一些弱勢人士 那位姓張那位 嘩 真的很噁心 她說我幫你 我這個是機械 我們正在幫你 所以 如果你這樣告訴別人 我們就不幫你爸爸媽媽 不幫你家裡 因為她說這些話 洗腦的小朋友 我們就要教這些小朋友 無論是什麼人 什麼職業 什麼背景 你那個那個那個 親戚也好 尤其是親戚 有女兒一定要防 有很多什麼表哥那些 很喜歡的 那這些又是另一種層次的東西 不過你要真的明白 每個家庭都有不同的教育方式 和本身每對父母自己的價值觀 和自身 那個 那個 好不好人 或者那個 那個層面 都不同的 很難一概而論 你認為這樣 一定要感救小朋友 可能有些家長 就好像這張新聞裡的爸爸那樣 可能跟她的兒子說 嘩 兒子這女兒好啊 兒子 摸她啦 姐姐摸她 怎麼知道 有不同的教育方式 講開教育 我今天看到這張新聞 什麼IB放榜 南拔 聖波 各五個狀元 這件事 我就不太入心 反而 說起這些什麼教育名校的東西 我看到有一位網友 應該是第一次聽我 嘩 樣子都挺帥 真是頂不緊 就想多了一點 看看身材更好 那就好了 看她留言說什麼 她就說她的太太早前 就中了convict 三年前的時候 應該剛剛爆最厲害的時候 那個病毒 一個禮拜內 就走了 就pass away 了 那如果是你 你應該很開心 等一下 死老婆又不一定開心 喂 性安發達 死老婆 喂 我死了 你條路就唱通了 唱什麼通 我不是飯班主來的 你包養我 你死了我 我哭 以後哪有錢開飯 哭這家東西一定要有 不然我老爸老母 都不會留給你的 哦 那應該要哭 哭到電燈拋也要熄著為止 看完這個網友的留言 我都真的心有戚戚言 原來我現在 我兒子氣我的東西 是這麼小小 這麼小事 他就分享了他的case 他當然是個個爸爸媽媽正常 雖然是天下有不是之父母 但正常都是很愛惜 自己的小朋友 他的小朋友 是就是完成了我的夢想 入名校 但是認識了一個 男拔轉去英姬 英姬 你不是在哪一個兒子 沒有買幾十萬學卷 都不用問 不要interview waiting list 我想我都沒有 他的小朋友進去之後 認識了一個女生 他的形容就是錢錢錢 我又想一下我自己又真的 雖然我是很膚淺 我是選擇高大 大隻 英俊我都不是密 因為張耀陽都不英俊 大家要知道 錢從來都不是我這個 checklist裡面的一個option 所以我永遠都不會向錢學 我覺得錢夠用就好了 但是他兒子 混了這條所謂的女兒 十幾歲 認識了一個愛人 我覺得任何人說任何話 無論你家人 爸爸媽媽 朋友 家長 朋友 家長 朋友 老師 叫你不要拍拖 大哥 個個都珠麗 葉羅密歐上身 永遠都是覺得被世人所迫害 永遠都是我的真愛 就是中學那個 不聽 她是怎樣呢 偷了媽媽的Hermas袋 就送給女生 她都很厲害 她不是偷了Hermas袋 賣掉它 而再買個新的給女生 她真的挺容易 她的想法 我偷了這個袋 我直接送給她 那女生很厲害 又不介意二手 二手會跌價 你舉出去 還要教她兒子玩Bitcoin 大哥 Bitcoin這家店之前有朋友 那時候兒子幾歲 中學 中學玩Bitcoin送Hermas 是不是瘋了媽根 大哥 人家的兒子入英基 你不要拿你那個來想 什麼 英基 我入英王 英王補習班 補習班 我是廣大這個 再教育 你想一下 多一個兒子 為了另外一些人 不要說女朋友 所謂的朋友 他們覺得 十幾歲 青春期 反叛期 爸爸媽媽說什麼 你說多一句 都說你Bitcoin 你又說 昨天不是說 現在我兒子竟然跟我說 你不要又說 他開始有這樣的舉動 還有粗聲粗氣 對姐姐說話 我一聽到他一大聲 說NO 那我就會出去 當然是媽媽差 三四歲 我覺得就要教 而不是說到十幾歲的時候 他採我有味 但當兒子十幾歲的時候 用粗口罵我 我想我自己去領養狗也好 領養多個小朋友也好 我不會再在他的身上浪費我一秒 其實成章的路上 作為曾經別人的兒子的主導人 都做過一些令爸爸媽媽傷心的事 或者說過一些自己覺得幸錯難反的說話 其實這是人生的經歷和成長階段 必須要面對的一些過程 我都經常跟蛛絲做一些心理建設 或者叫他看開一點 當然啦 某些情況下 可能有些自語或者詞句 挑動到別人的底線 就真的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傷害 但其實我作為爸爸 都一定要告訴小朋友 原來你一句是會傷害到媽媽的 媽媽就會不開心 各樣各樣 就讓他知道和理解 這件事 而不是單純不讓他再這樣說 都是明白到之後 他就會有一種內疚和悔疚的心態 將來他就未必會再輕易去說一些 他認為覺得你很煩啊 你講了很多錢啊 這些說話再說出口 這個朋友仔 他說他到現在都不太放下他老婆了 三年 我覺得其實如果三年都未放下 就真的要自己去找另外一些東西 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你不要說可能很簡單也好 這件事其實很難 慣性是一個人最難最難去改變 或者撕掉的東西 那他說 你知不知道人家為什麼可以讀到英機啊 哥仔 為什麼啊 因為有些另類的女校長面試方式 你又賜錢啊 當然不是啦 要錢啊 人家開律師事務所的 開啊 不是說我去一個剛剛freshgrad 然後考了幾張爛鬼sert去加入他 他是他開啊 開啊 這麼厲害啊 我只是看完這個什麼 方忠順啊 和智叔那些 才知道什麼叫chambers OK啦 那就說回 其實我覺得錢真的不是萬能 當大家可能覺得 哇 為什麼啊 Coco李文10億 住那間這樣的house 半山 種樹 都可以打橫種十幾棵 如果是我 我就不死了 但是就是因為他看得太多 這些 怎麼說 我們平常人覺得很難捉摸的東西 大家覺得很高 但可能他們來說 他們都是日常的衣食住行 正如杜蒙澤說的一句 我覺得很適合的 你搬小屋是很難的 你搬小屋搬大屋當然很簡單 但當你要剪掉的時候 想要和可以需要 是兩樣完全不同的東西 我們有沒有問過 我們自己身邊有多少東西 其實不是需要來的 只不過你是想擁有那樣東西 其實down to earth很簡單 吃、玩、睡、做運動 整個人健康一點 三年我覺得是要走出來 兒子我都做了很多錯事 犯法的時候有沒有做 偷媽媽的錢 書局都偷過一、兩本書 很小的時候都可能試過 在圖書館那些 如果當下有個人這樣罵我 其實我都聽不入耳的 有一些 喂?是嗎?錯 我當時亂搞男女關係 幾happy 又高大又大小子 當然我不是每次都一聲 但我爸爸那時候都沒有罵我 正正就是我們 當時可能小朋友十幾歲 覺得 嘩!你又甩? 你又跟誰在一起? 嘩!那個女的不好的 你讓她坐下 我覺得 最重要是要錯歸錯 不要犯法 不要死 不要犯法 不要傷害別人 不要傷害自己 正如我現在的小朋友 她說 那個女同學不讓我拖手 我就教她 我說 她不讓你拖 傻傻 全世界都是 嘩! 豬師姐 小時候都很聲色犬馬 越聽越興奮 豬豆腐聽到 豬豆腐就是想起自己 青春期的時候 只懂什麼 懂得打遊戲 打網絡 打網絡 金融群合轉 龍族 天堂 那時候真是無藥無藥 直到魔獸世界 直接燃燒我的生命 人生最後的煙火 你是不是要我說真話 不是 就是這樣說 青春期的時候大家都不同 不過豬豆腐都記得 上當年都試過 有些女生都追到豬豆腐回家 你說來說去都是那個 就說要成的 那豬豆腐都 都只是跟朋友說一句 我都很記得 其實大家青春期的時候 面對異性 或者你 叫做鬥環夢 那真的會當對方眼中 就是世界 是你的世界 你的所有 你的光彩 你的色彩 沒有了它 你好像連呼吸也呼吸不到 那麼豬豆腐曾經試過 有一次 在七十一 吃杯麵 然後朋友的朋友 帶個女生來 走過見到 跟豬豆腐 打了一個招呼 之後豬豆腐繼續吃我的杯麵 之後回家繼續打機 是不是 那麼突然之間 隔了兩天 豬豆腐的朋友 就上門 就拍門 大聲說錯口 叫豬豆腐 豬豆腐打機 慢慢走出來 做什麼 他說 你這個臭小子 人家要你死 你做什麼 他要死 我說死什麼 那個女生 七十一見過你 他說要死 我說 隔兩天 他約了我出來 我又送他一次回家 我最記得 陪他搭一程巴士 我去巴士 我先摸遣 由九龍回大埔 所以就是熱九巴 豬豆腐熱到大汗 小汗 睡著了 嘩 不知道睡了幾個小時才到 你也知道 想當年熱九巴多辛苦的 由九龍搭去大埔 送他回家 之後豬豆腐就說 不要再搞了 以後 你不要再找我了 其實大家住這麼遠 沒有必要都不要見 之後 他就跟我的朋友說要我自殺了 我就跟我的朋友說 你不是傻的 我見過他兩次 第一次是你在這裏 第二次是 我送他搭巴士回家 完 如果要這樣死 如果他這樣為我死的話 其實他的死不關我的事 有沒有我去都會死 講回這個網友的留言 其實他講到他自己 管理下屬 好又井井又條 工作上得心應手 賺到錢 但是對著自己的兒子 搞不定 正常 如果你試一下 那是你的計指 搞定他的衣食住行就可以了 你不用說 你又打機嗎 你成績不行 現在你喜歡什麼 嘗試打開話題 其實我爸媽 在我讀大學的時候 都有 但是他一開聲 我就覺得 又想怎樣 又怎樣 甚至現在也是 如果不是那些家庭群 為什麼那些長輩 只會扔那些長輩圖出來 如果他扔那個台灣第二人 那些片出來 我當然有很多東西跟他說 但是這個generation gap 和大家的成長背景 我們所看到所想的東西 根本不同 我覺得無謂太去 怎麼說 我們不是朋友 你和他亦做不到朋友 就正如好像楊卓娜 我也說過 什麼叫繼女 什麼叫親生女 我講的是一個正常的媽媽 如果我現在去領養一個小朋友 我會不會去管他 看iPad看幾個小時 當然不會 我給他愛就夠了 但是我兒子 我會想一下我怎樣去教他 怎樣去教他 我講的是 可能我自己面對 不是這樣應該是這樣做 正正就是這個 是不是親生的問題 如果你試試 我現在有個計指 我拿個藤條 抽擊一下他 我老公怎麼看我 好正常的就是這樣 我覺得被他跌下 我自己做壞事做到 做到 三十頭 我都在拍散拖 我覺得都 沒什麼 是不是 你說 做事那些 尤其是現在全民造星 我見到很多那些年輕人 說的東西 真的都很觸碰 他爸媽 經常說要去找份 找到錢的工 何來找到錢的工 他做過 地產 保險 餐飲 他覺得 大哥 我不是想生活 不是想生存 我想生活 我不是想賺錢 我想做我自己喜歡的事 但是爸爸媽媽 眼中就覺得 你不要做完毛利鬧 浪費時間 你還要搞多久 你才生性 就好像這個爸爸 可能他覺得 現在的兒子做什麼都是錯 你以後這樣 讀不到大學 你考到哪間 你以後可不可以 承繼我的衣撥 我爸爸當初 叫我在外國 不要回香港 我承繼他的衣撥 我採他一生臭壺 這件事就是 很多父母 對自己小朋友 有一個合理期望 但這個期望 其實有時候 家珠在小朋友身上 就真的 可能未免多了 以珠道的看法就是 有時候 小朋友 你說我教不懂教 或者跟他講話 有時候 很多事情 不是突然之間發生的 而是由一直以來 他的成長過程裡面 你比他的比重有多少 你和他的親密度有多少 你會不會願意陪他去玩 他想玩的東西 而不是你要他願意做你想做你想做的東西 就是兩樣東西 所以有時候 永遠就期望和現實會落空 因為你兩條線都不可以在某個交叉點上 碰撞到 男言不切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如果做人父母 一定要階段性去調整自己 如果他這個階段性 他覺得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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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男歡女愛 或者可能他開始把學業 比重傾向性任 太重了 開始編了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 大家哪個年輕過 這一刻 你去 去說不 或者去停他 是不可能的事 不如你試試信無裂 或者當中 可不可以 我覺得 有時候階段性的失誤 可以接受 永遠接受不到的 就是傷害自己和別人 如果這個時候 你停他 而令到他成為電影中的主角 燃燒自己最後的煙火 做羅脈歐月朱葉葉 但死了 你真是一副都是 羅脈歐月朱葉葉 網友 你不要拆散別人 人家一同居幾個星期 就沙包硬撞飛沙地 放心 說真的 小朋友的愛 可以持續多久 誰沒有做過小朋友 他說 六月頭 一個月前 他發現家人癌症 復發 我想分享一下 我有個朋友 小朋友 當年的小朋友 他應該九歲 白血病 我看著 他在瑪麗醫院 他胸口開了個洞 插著一條 我想我中指這麼粗的管 插進胸口 我不知道他是因為什麼事 要這樣刺進去 老婆 乳癌 發現中期 然後爸爸 同一年頭 全部是年頭發生 一年內發生 爸爸中風 進了這個灣仔那間 叫什麼 忘記了 一月三八年 我不知道 那間聖寶六 好像是 說到什麼都是聖誌開頭 哎呀神聖 三件事 他現在都是 沒有事人 有些事你不要 就像馬克思所說 你大問題 簡單化 簡單化 然後你 就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你可能覺得 我現在很多情緒俑都買來 各樣 為什麼 Why me 我老公是我第一個男朋友 但也有我的 HPV託輪到我的 是這樣的 故事的劇本寫好了 你就跟著做 怎樣去做 是看你自己拿什麼心情去面對 好了 今集完啦 拜拜